学长 恭喜您经职调任 由于副主官是单位的保密督导官 这边就由我来报告相关的工作内容吧 恭喜学长 我也会从旁协助的 好的 那就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吧 没问题 首先保密督导官的工作 我们分别以每日 每周 每月不定期四项来说明 每日检查工作事项包含四点 各级保密督导官应该依照文书保密 资讯保密 会议保密及机具管制等向每日完成检查 相关检查情形 迎联及登载于部队工作日志 联兵旅及以上单位 依本部建构之保密督导官工作日志 资讯化作业系统检查表 并于线上登载后由单位主官每周完成合约 要注意仔细填写哦 一 文书保密 至重点于核定机密等级 属性及解密条件 或保密旗舰 保密标示之试法性及机密资讯存管 传递管控机制之安全性等作为 二 通知保密 至重点于通知机具管制 自安维护的强度 以及电子档案与各式储存机密资讯媒体存管等作为 三 会议保密 至重点于机密会议召开保密安全措施之强度 资料分发运用及销毁等管控作为 四 机具管制 至重点于不影印机具运用作为 是否设定符水印 申请使用及实施管制 保密工作真的是一刻不得放松啊 那每周又需要注意哪些呢 学长果然有概念 每周工作是每日工作的延伸 每周执行工作有两个重点如下 一 结合单位各项集会时机实施保密法规宣导 并详实记录法规宣教进度 二 工作日制每日上程单位主管管合约 另外提醒长官保密督导官还有不定期需要执行的工作哦 这个我知道 不定期需要执行的工作有 配合单位人员异动 针对新进或调离职人员 适时施予保密教育 若遇督导 需填写对单位保密安全检查情形 针对手机管控软体及公务群组 实施拦路检查 督管门禁管制 使违规手机进不来 机密资讯出不去 各位同仁 国军保密工作检讨会工作指导要项有 执行保密安全工作 应在危害尚未发生前 掀起掌握危安警讯 承报主官及时应处 消弭部队危安风险 落实各项保密宣教 强化国军官兵保密认知及素养 避免因错误认知 照升设法情势 危及国防安全 为使保密工作更具效率 以完成合密程序自我检查表设计 请各单位落实执行